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姑姑 那么穿汉服多久了 大概是从13年 小半年吧 已经14年多了 是由于死羊的契机开始穿汉服的 一开始肯定是觉得好看 然后后来自己做了一些功课 然后研究了一下 研究了挺久的 然后开始买第一套汉服 然后当时买的第一套汉服是什么 我还记得了 是一套胶领的乳裙 是氢卵店的 这家店现在已经倒闭了 然后当时我买的是299一套 然后它是一件那种 上楼是蓝紫色的 然后下一裙是一条 偏中色的一条亚马的裙子 然后这条线现在已经 算了我今天美术团了吧 然后那最新买的一套 最新买的拿过来吗 拿过来看看 刚才收到的是这件 有红色的地下 是昨天收到的 我还没经历试穿过 然后这上面有一些那种 就是按纹的提花 我觉得它整体颜色是适合秋冬穿 我准备过年的时候穿它 然后试一下就是前两天收到的 我也拍过开箱 是四间花裸的被 可以进行看我的开箱是可以的 这几点颜色怎么好看啊 真的好好看啊 这种很淡的颜色 超好看 那一般穿汉服在外面走的话 会收到行人怎样的 会被看吗 其实上海还好啦我觉得 然后这几年也比以前好多了 看的人肯定还是有的 因为不好看啊 那么你在汉服的搭配 包括颜色搭配 然后发型搭配上面 会从哪里去取得搭配灵感 搭配灵感其实就是看一些配色 因为我本身是做设计的 所以估计在这方面会比较平淡一些 那么其实也是自己一件衣服拿过去 一排衣服嘛 看哪一条去衣服 然后你的衣服有很多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看到了 然后你会如何管理自己已有的衣服 就是你会列清单啊 你会有一个 你前列过清单 然后现在已经不变了 因为实在太多了 然后基本上我脑子里面总觉得有点心 好多厉害的 挺好脑子 然后那出去旅游的时候会穿汉服吗 我记得我昨天在网斯特一个商场的时候 就当时有一个理解是中国人吧 他用言语问我 我身上穿的是不是和服 然后我告诉他这是汉服 然后也跟他聊了一些这方面细节的区别 真的就算是比较深刻的 对现在国内汉服这个文化圈这样的发展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希望未来看到的变化呢 未来其实是希望更多的商家 能做出更多质量好的衣服吧 因为感觉现在很多新商家 其实更偏重于绣花和鲜花 我的设计 然后对于做某个版线的研究 比较少了 然后也希望能有更多人 就是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解中国的服饰史 把这种传统的文明运 传在我们现在身上 好的 那么你对于想要接触汉服 就是在观望 但是有点想入圈 像我这样的人 对于这样的圈外新人 有没有什么 作为过来人的一点意见和建议 一定要多了解 然后再下手 不然很容易入肯的 就是一些新人肯 或者买到山北汉服 一定要多了解 然后做好相关的功课 可以多看看玩物 那第一个问题 是我们频道的经典问题 如果家里突然着火 十条吗 对 十条 十件单品 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 那肯定是最贵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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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想想 好 这是一条内肯微色型 它是 真思喜欢的 家电是紧镇一域 紧镇一域 然后家电现在已经分家了 所以 就 没有再出过新品 然后这条裙子 当时一共是出了 十条吧 超级限量吧 还有十条 然后其中我也有 哈哈 然后这个裙子真的 在阳光下面就是 光泽非常好看 然后后来因为 求的人太多了 然后有上家做了 雪房的复刻板 但是感觉雪房的颜色 可不是感觉很差的 那条我特别喜欢 而且颜色很败大 也是我夏天穿的最多 因为特别轻薄 然后第二条是一条 然后我自己来到的 水蓝色的折裙 我觉得它的亮点 在它的内衬 内衬 内衬是白色的 真思欧跟上 有暗闻的 特别好看 然后已经 暗决版了 也是只有这一条的 因为是有自己来到的 外面我配了 水蓝色的 真思雪房纱 这条裙子也是特别轻 也是我夏天特别喜欢的一条 那也特别好看 好漂亮啊 又种草各种绝版 这样好吗 第三条就是我大概上中收到的 主币的爱绿白花裙 我特别喜欢这条的颜色 这种 豆绿色的袖都很喜欢 然后下面这种 这绣花 无论是绣花 做工设计版型 配色 我都特别喜欢 所以这条一定要留着 超级好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 深绿色 然后配浅绿色 这个 特别出来了 好 然后这条是 石花糖的白裙子 我喜欢它 就是因为它特别白搭 总共要有一条感情 我这条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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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这个裙子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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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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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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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两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 这件是飞色的杂宝银纹 然后这件是那个薄荷绿的团花 这两个颜色都很喜欢 然后第八件就是 这是那个飞飞主理馆的锦灰被子 它也是这种豆绿色系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色系 然后这料子应该是重磅的真实 然后料子特别舒服 然后版型也很好特别显瘦 反正就是好看 然后第九件这是一件焦零的翱子 它是冬天床所以就放量比较大 然后它是那个欧根沙的料子 然后我们要是小花枝 为什么留这件 因为我暗子只有画过一张花枝 这是我穿它的一张照片 然后当时是取消音画剂 然后还被用去做了那个新传视频 这是这件的 充满了回忆 哎呀 还有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件啦 这件是石滑桃的然后还没上架 然后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它有点区分的 它是植物来不来自然的 所以这颜色很特别 那样子也很好看 我也很好看 好了 超级好看 恭喜十位幸存者 这件事 是你了 还不得到 我可以回到这些了 还有你们的东西 还不得到 你还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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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到这些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非常开心有机会让哥哥家里各种种草 并且学到了很多关于汉服的知识 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两个呢之前也在安东的频道做过一期我们两个的风格后患 就是安东穿汉服 然后哥哥穿洋装超级好看 安东穿汉服也超好看好吗 意不意外 如果想要看的话就可以来Sikiyaki United这个频道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哦 这样的嘛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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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